你的层次提高 五义提高 你要把这个放弃又提高 放弃又提高 所以我们要听菩萨道 学识科学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很正确的走向菩萨道 我希望大家好好体验这个师 就是犀增奉献这个师 它的妙用 你要体验它到这个地方 那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向法身 那如果你菩萨道还是活在德的观念 那你跟法身没关系 完全不焦急的 那么这个地方 诸位好好体验 有些重要的观念 这个你要掌握得到 修行以及重要的观念 掌握得你的身边才能够产生变化 否则我们习惯活在过去的等流习惯 你很难跳脱出来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简单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做的时候修止观 按住在珍如散内 刚开始是去做的修呢 还是刚开始在行住就会修观呢 并如丽言对劲 这个刚开始要做的修 我们可以回忆一天的生活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活在习惯性 习惯性 只有遇到因缘刺激的才升起观照 大部分 因为你不可能一天到晚生观照 那这样太辛苦了 也不可能有这种功力 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做中修 第二个修止观的时候 是一个法门修完再修一个 是的 因为你的左观心不同了 你不可能一个心 攀援珍如 又攀援有为的不敬观 不可能的 一个刺滴一个刺滴 是的 那么修观的时候 每一个法门之间 是不是有相互关系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就是说 任何一个菩萨 你修的止观有共同点 有差别点 共同点一定要修空观 你要不断的去找到你生命的根源 不断的应验你的根源 不断的在空序里面安住 这个果空法空的真武 当然每一个人 依此者名词不同 你习惯用密事了不可得 你习惯用何其自信 本质清清都好 但是空观是每一个人都要修的 但是这个因缘观就各式各样 有些人偏重不敬观 有些人偏重无常观 有些人偏重无常观 各式各样 这个特别的观 要怎么判断 跟你的目标有关系的 你要先设定目标 你才知道 在这么多因缘观 什么因缘观最重要 如果你现在往生俊徒 那你在 在燕尼索伯星球极乐 这个地方很要左眼 你的心 是因缘所生法 你要什么阴眼清洗它 它就产生一定的力量 你说我平常都不燕尼索伯星球极乐 我要求我自己临重的时候 燕尼索伯星球极乐 这个是一句空话 就是说 我现在有很多烦恼 我这个地方也不足 那个地方也不足 那空观是每一个人的共同点 远总项 那么这个别相 我到底是要偏重无常观的 哪一个观呢 我觉得你这个过程 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不告诉你目标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过程要修什么 生命短暂 时间有限 我怎么知道你要先成就哪个功德呢 程佛师道的布局每一个人不同嘛 但是如果你觉得 你跟迷索的感应求生进土在你的程佛师道 这是第一个布局 你觉得往生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 任何一个因缘跟他抵触 都必须把这个因缘剁开 那你愿意收获信求基督是很重要的 跟迷索的感应 他还不怕你烦恼很重 他还不怕你作业很重 但是他怕的是 你没有真实的对你所生起 强烈的归因心 一心归命极乐时就阿弥陀 强烈的归因心 你没有的时候 你是不能往生的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法门 但是我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设定是来生求生进土 那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栽培是很重要的 那你说我是求生上生的 那有不同 那有各式各样不同 就是说 你希望你来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 你要先规划出来 菩萨不是先修行再化验的 我讲过很多次 是先化验再修行 你希望你来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 我希望我来生是无贪 我觉得碳力烦恼太严重了 所有的烦恼我都可以忍受 我不容许我心中有贪 那你要先对治他 这是你的规划 我认为身心对我的伤害太大 你就修齿被管 烦恼无定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我的烦恼都不是很重要 我先求生进土 那也有他的修行方法 所以这个 我们这样子讲 正恋真如是所有大正的总相 但是别相会因为你所花的愿不同 你就会有不同的规划 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把这个心 就是说你的目标是这样 你现在的心是这个样子 你一定要把你的心跟你的目标 把它调整成一样 那么这个调整的方法就是修官 修官就是在转 转式成事 调整你的心态 你要调整之前 你不设定目标 你怎么调整呢? 你说我的心要调整到哪里去呢? 一个人没有目标可以修官 实在不可思议 你说你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在那修止官 那你想干什么你也不知道 那你很容易落入到无际状态 修止官是有意乐来做引导 要设定目标 你希望你的心 三年后变成什么样 死年后变成什么样 你有个目标 然后用这个方法 不断的欣喜它 这个心不断的变化 朝你的目标慢慢的漆进 这个就是修止官 好 那么大家好好体会看看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向下文常书再来回向 四大成论 和尚尼慈悲 作为法师 作为基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211面 庚五色词 那么我们这一大课呢 那么我们这一大课呢 讲到佛陀法身的功德 那么在当中有十能分别 那么这个地方是第五课 这个佛陀佛陀的亲信法身啊 简单的讲啊 他的相貌啊 就是大功德法之所庄严 顾名法身 也就是说呢 佛陀的内念明了的心性啊 他设置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 那么这种状态呢 我们叫做法身 那么佛陀内心的功德庄严 到底跟我们人天的众生 跟二称的功德有什么差别呢 那么我们从前面的学习啊 我们知道有两种的差别啦 好 第一个呢就是自在 跟不自在的差别 这个我们凡夫跟二称啊 在修习这个波罗密的善法的时候啊 心中都是有所得 也可以说是有所住的 那么我们在修习善法 都是有特定的对象啦 所以我们成就的功德啊 是不能自在 比如说你现在的福报 要在某一个地方才能够出现 那么你离开了这个地方 离开了某些人 你的福报就不能现前 就是我们的功德啊 在阴地的时候是有所住 所以这个果报呢就不自在了 那么佛陀在阴地的时候 他内心在修习善法 是以我公法公的真如来安住的 也可以说是以无助来安住自己 所以他成就功德的时候 是能够随时以任何的情况 做任何的变现 佛为法王以法自在 这个是我们在了解佛陀功德的第一个认识 他是自在的 第二个他是广大的 那么佛陀在阴地的时候 他修习善法的时候 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呢 他心中依止一个无穷尽的艳力 西空有尽我艳无穷 所以他这个无穷尽的艳力的设置啊 他在成就果地的时候 他的功德呢就特别的广大了 是无止尽的受用无尽的 所以我们从前面四科的学习啊 我们可以知道佛陀法身的功德庄严啊 他是自在的是广大的 那么这两点是不共赢我们人天跟二称人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段的设置 因此法身有几佛法之所设置 那么这个地方介绍的问 说是佛陀的亲近法身啊 到底有多少的佛法功德之所设置 这个设置就是成就 就是说佛陀的功德庄严这么多 他在因地是怎么成就的呢 我们前面讲的功德是偏重在这个果地的受用 那么这一段呢主要讲到他因地的修行过程 好 我们看解释的地方啊 这个地方有标数跟劣势啊 也有六种 亦有亲近 为传阿拉耶士的法身功 好 那么佛陀的法身功德啊 是有六种的修行过程所成就的 好 这一下就各式解释了 亦有亲近 好 这第一个啊 就是说啊 我们希望能够成就佛的功德啊 你要先成就一个亲近的功德 什么叫亲近呢 为转阿拉耶士得法身功 那么在我们内心当中要先转变阿拉耶士 而成为二空的真如法性 阿拉耶士 阿拉耶士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阿拉耶士啊 他是一个常识 他寒常无量无边的善恶的种子 那么生起种种的现行 这个常识啊 那么也可以说是一种我爱直肠现行识 我爱直肠 那么这个讲到我爱直肠 当然就不能单独谈第八识了 也就是说他跟第七识的横审思量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 阿拉耶士是一个依他其性 它是一个因缘果报的显现 但是在因缘果报的时候 第七识就在我们产生的因果当中呢 捏造一个主宰的自我出来 那么这种情况呢 在维世三识颂上说 是谁所生所细 比如说 什么叫自我意识 也就是说 当你前身的生命体 是一个蚂蚁的时候 你陷入一个蚂蚁的射身 蚂蚁的内心的思想 那么这种情况叫一他其 他本来只是一个业力的显现 但是第七识就在那个时候 捏造一个以这样的环境而成为一个自我 那么你在这个当中一直在保护这个蚂蚁的自我 等到这个蚂蚁死掉以后 所谓蚂蚁的自我消失了 你今生变成一个人 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人的设身 人的想法 好 你就用你现代的环境 要捏造一个人的自我 就出现了 这叫做 谁所生所细 所以说这个 这个禅宗啊 有一个这个写一个叫 顺治皇帝战胜师啊 他说啊 未曾生我 谁是我 生我之后 我是谁 好 那么这个地方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讲到前生 第二个讲到今生 说前生谁是我呢 前生的我跟前生的生命体是有关系的 我们说过 骗鸡子是要一子一他起才能生起的 未曾生我 谁是我 那你前生是个蚂蚁 你以蚂蚁为自我 但是你蚂蚁生命结束的时候 那个一子蚂蚁的自我也消失了 好 那么你父母生出你以后啊 你就就着你这个生命体 要捏造一个自我 以人为自我 那么你这个人死掉了 你来生又得一个果报题 你要以那个果报题为自我 所以 这个果报题的自我是变化的 是变化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 爱着自我 我们爱着一个变化的东西 就是说 当你死亡的时候 你今生的因缘结束了 你今生所捏造的自我 也完全结束了 你来生又是一个新的自我 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 情势比人强 其实我们的自我意识啊 是受着你现在的因缘而产生的 而这样的一种妄想是要消灭的 因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意识啊 就障碍我们去趋向于恶空平等的法性 使令我们一直在三界里面流转的根源 就是我们一直保护爱着一个希望的东西 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经常要修习我空观法空观啊 来消灭这个阿赖也是的我爱之常 那么慢慢慢慢的趋向于恶空平等的法神 那么这个是一个 这个转移的关键点 我们一个人临命中的时候啊 你说要生死无惧 无所畏惧啊 你跟这个我空观法空观是有关系的 你一天到晚啊 爱着自我意识啊 因为你这个自我意识临终的时候会消失掉 因为你今生的自我 是因为你今生的设身 今生的受享行事而隐身的 所以其实你设身要消失的时候 你那个今生所捏造的自我也会消失 所以你会害怕 如果你平常是住在自我的时候啊 你就会感到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 所以我们经常啊思维 何其自信本质亲近啊 我们的心安住在这种无我无我所的亲近本性啊 你临终的时候能够无所畏惧 因为自我消失的 我平常就没有依止自我而住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的生命的转变 第一个 你要舍弃自我 依止真辱 这个是我们成就法生的 要做的第一个工作 那么这个地方是偏重在这个生命的一个本体上的转变 那么后面五个是讲作用 作用的转变 我们看第二段 由益守为转变跟得益守自顾 这个地方是 前面是转变 五印里面的变 这个地方转变 变法的变 这个变法是应益守 益守就是因果的意思了 那么 就是说呢 转变跟得益守自顾 那么 我们过去由于业力的兴棋啊 另外就出现了这个颜耳鼻舌身 这个六根的色身 成就一个所谓的果报体 那么这个果报体要把它转成一种益守自 那么这个果报体要以智慧来引导啦 就是佛朵的法身 他是啊 以智慧来显出种种庄严的色身 他这个色身不是用业力来引导 是由智慧来引导 我们常说一句话说是 这个 普门四限 那么 因你合身得住 就献合身 来为他说法 使令他泄脱 这个就是一个色身的转变 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一个菩萨的转变啊 他的转变是全面的转变 色受想行是五印的转变 那么这个转变的过程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 我们必须要知道哈 就是说 所有生命的转变啊 从大正的角度是有两个条件的 第一个是空观的智慧 第二个是你要花起清净的艳力 观力切法空 这个时候在空当中啊 花起上求下化的艳力 这个地方生命才能转变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讲生命有得有失 你一定要在生命当中啊 安住在这个施 施舍 你的生命才能转变啊 好 你看这个佛陀在释迦摩尼 在这个印第的时候啊 他在这个金光明经讲到一个公案啊 在金光明经说啊 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他曾经出现做一个萨窦王子 那么在这个经典上说啊 佛陀做萨窦王子的时候 那是种种的善业之所成就啊 身体健康能设身庄严 而且拥有很大的权势 那他有一天到森林的时候 看到一只母老虎啊 带了一群小老虎 饥饿 没有东西吃啊 这一群老虎即将死亡 这个时候 萨窦王子他思维啊 如果我今天不能舍身 为这只母老虎啊 这一群小老虎全部死掉 所以他这个时候佛陀内心啊 安住在思 而不是安住在得 应该要舍 这个时候用射身啊 来喂这只老虎 然后化愿 我今生用射身来供养你们 我来生用佛法来教导你们 如果他放弃了今生的射身 他生到道地天 得到更尊贵更庄严的射身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就是说 我们喜欢拥有 不喜欢施舍 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 你一个人经常安住在得啊 你的生命体就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 你的突破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 舍掉眼前的阴言 你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东西 你要舍掉现在 你才能够得到未来 你老是停留在现在 你就失掉了未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我们讲转移 转移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变 或者说是生命的增上 菩萨道的生命增上 只有一个情况 就是施舍 舍掉你现在的射身 你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射身 所以你说说你现在啊 比如说你现在身体的射身 你不是很满意很多病痛 但是我提醒大家 你一天都很执着你的射身 你的射身要改变很困难 那不完全只是业力 那个业力 再加上我爱执的那种执着 那这个射身的相续力量就不得了了 如果你希望你的射身早点改变 我告诉你两个方法 我告诉你两个方法 第一个放下你的射身 第二个重新化验 你的射身马上改变 很快很快改变 然后积极资量 用这个资量力 还有空振剑 还有清净的业力的射受 你的射身很快改变 我们的生命体是因缘所生法 你掌握了一种转变的因缘 这个生命的转变就会出现 在这个地方讲 那么我们在作用当中要转射根 依止空振剑跟大辈的燕溢 要转这个有肉的射根 而成为这种无肉的智慧的一种射根 我们看第三段 有安住 为转异行等住 得无量之足固 这个地方是转这个受 感受的受 那么这个受呢 是一种安住的功德啦 就是说 转异行等住 这个欲就是心中的贪欲 那么这个行就是一种现行 这个贪欲的现行活动 我们凡夫是以这个欲望为助 以这个心就住在这个欲望当中 随着欲望转 那这怎么办呢 你要转变一下 转成一种无量智序 这个无量智啊 古德的解释说啊 就是这个是无量心的 慈悲喜舍 以慈悲喜舍 来当作我们一种感受的安住 这边我们解释一下 这边我们解释一下 受就是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领纳的功能 这当中的感受有两种 一种是外在的感受 一种是内在的感受 外在的感受啊 就是我们心向外追求啊 这个摄身向外触发啊 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快乐的感受 这个感受是外来的 这种外在的感受是 躁动不安的 是带有过失的 带动烦恼的 那么这个说佛陀说啊 身为一个修行菩萨道人啊 这个感受要改变一下 你不要追求外在的感受 你要追求啊 你去佛堂拜佛 你去佛堂静坐或者诵经 你也会产生一种快乐的感受 但这个感受呢 是从你的内心生起的 这个叫做内在的感受 这个是寂静的 没有过失的 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 也就是说啊 在感受上的一个提升啊 你要转外在的感受 而追求内在这种发喜的感受 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在思维这个法意啊 这个法有很多的意气 很多的味道法味 你看你去读这个小乘的经论的法 跟大乘的法的味道是不一样 比如说你读这个小乘的经典啊 读情无常是生命灭于极灭为乐 你那个明了的心啊 就住在这个法意上啊 深入的去品尝这个法味啊 慢慢慢慢的 你外在的感受就消失了 就出片一片的寂静 但是内在的感受也没有生起 就是进入到一种一切法不受 这小乘经典就是会带动我们这个感受啊 会趋向一切法不受 但是你要读到乘经典啊 那感受就不一样 说是 书法从本来常治极面相 佛子寻道于来时得作火 那么你在思维大乘的欲趣的时候啊 你不断的在这样的法意思维啊 你外在的感受也会消失掉 但是内心会生起一个法喜的感受 所以大乘佛法它的受也是存在的 但是它是转 转变外在的欲型感受 而成就内心的这种法喜的感受 这是感受的转变的过程 就是安住 我们看第四个自在 由自在为转种种色授业自在 得一切世界无碍神通至自在故 那么这个自在的功德啊 就是转这个色授业自在 这个色授业啊 就是我们世间上啊 所从事的种种的职业 我们讲市容工商啊 那么由这种职业来得到财富啦 得到种种的知具 使令我们生命啊 能够自由自在的生存 但是这样子的业啊要转变 转变成啊 转变成啊 在世间上成就无障碍的这种 五种神通的智慧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行 色授想行 行就是一种造业 你这个身口意的造业的力量啊 要转变转变 转变 转成神通智 第五 有言说 为转一切见闻截知 言说戏论 得令一切有情欣喜 便说自在故 那么这个是转这个响应啊 什么叫响呢 就是见闻截知 言说戏论 我们众生的想法 都是前六世的这种 见闻截知的种种的一个 经验的累积啦 那么从这个经验理积当中呢 就安利很多的言说像 但是这个言说像都是希望不实的啦 跟真实像是不随顺的 这叫戏论 好 那么这种妄想要转变了 转变成了 能够成就有情欢喜的 种种的这种辩才 到这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啊 那么能够施舍种种的教法 开导众圣 好 这个是一个想法的转变 好 这个在整个作用当中啊 这个五印的转变呢 这个想法的转变呢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了 这个大圣佛法是不赞成啊 什么都不想的 不是很赞成的 因为你这个无助而身心啊 你有所放下 有所追求啊 这种追求的动力啊 是来自你的愿望 大圣佛法一定要有愿望的 没有愿望你大圣佛法走不下去的 你说什么事我什么都 我什么都没有愿望啊 那你这个 你一定要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望的支持 你才能够走大圣佛法 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件事啊 大圣佛法是先花愿才修行的 以愿道行 不是说莫名其妙的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刚好花个愿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你走到哪里 花愿花到哪里 不是的 大圣佛法是你先全部把整个成佛之道 先布局完的时候才开始走的 是先花愿才修行的 好 那么我们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个愿力是从哪里而来的呢 愿力是从你的想法而来的 你比如说我们讲德跟吃 你认为生命这个德是很重要 拥有很多东西是安乐的根本 你有这样的德的观念 你花的愿就不同了 你的行为也会有不同 如果你经过很多圣贤的教诲 你知道一个菩萨要安住在思 不能安住在德 你以思为安住点 你花的愿又有所不同 所以这个地方很多观念你都要去参透 我们讲德跟吃好了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占便宜跟吃亏 两件事情 有人会占便宜 有人会吃亏 我不知道诸位的想法是怎么样 我们一般是喜欢占便宜 我做了很多 我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这个功劳我没有享受得到 我吃亏了 我安住在思 有些人没做什么事情 得到很多的荣耀 他得到德 我不知道诸位的想法 如果你可以选得的话 你愿意站在什么位置 但是从因言上来说 你住在德对生命是亏损的 亏损的 就是说 你没有这个因言 但是你得到这个因言 那是你前身的因言 你在亏损你前身的资料 那么你今天站在思 我吃亏了 其实你是在累积人量 你不知道而已 当然我们现在都很重视眼前 就是说 我希望我们在思维因言的时候 想想过去想想未来 就是你这个生命的点 不要老是看在眼前的因言 或者你菩萨道没办法走下去 就是说 我现在安住在思 你应该感到欢喜 因为你在累积能量 一个安住在思的人 他是有未来的 一个安住在德的人 他只有现在 他没有未来 我不知道诸位是什么想法 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 你希望安住在一个什么样位置 所以说 想法影响到你生命的追求的 欲乐的愿望 愿望影响到你的行动 所以菩萨为什么要广学种种的圣贤之书 就是要培养一种正确的想法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想法的转变是很重要 你不然老是佛在见闻觉知 老是佛在过去的感觉 跟着感觉走 跟着妄想走 那这个生命的突破就困难 第六 有旧祭 有旧祭 为转拔弃一切摘痕过世 得拔弃一切友情 一切摘痕过世之故 前面的转武运 前面的转武运 这是一个比较偏重在一个致受用 这个地方讲大悲 他受用 这个菩萨要成就拔弃的功德 什么叫拔弃呢 就是我们在拔弃一切摘痕过世的时候 我们以前都是根据慈悲 有时候带一点冲动 拔弃众生的摘痕过世的时候 是缺乏智慧的 现在怎么办呢 要成就拔弃一切友情摘痕过世的智慧 这个是厚德制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智慧 你说放生 放生也要有智慧 什么事情都有相应的智慧 这个都要去学习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行大悲的时候 要以智慧来引导 叫做拔弃一切友情摘痕过世之 因此法圣由此所说六种佛法之所设置 我们讲亲近的大功德法圣 就是菩萨在六个内涵当中的转变 而成就的 我们现在的生叫夜暴圣 有很多的烦恼业力果报的障碍 那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清净法圣 但是这个转变的过程啊 简单的说就是 你要放下眼前的阴眼 休息空观 第二个 你要花起清净的艳力 因无所助而生极性 这个是生命转变的一个方法 好我们看更六的差别 诸佛法圣当年有益当年无益 这个地方提出一个问 说三世诸佛所成就的清净法圣 到底是有益 到底是差别呢 还是没有差别 你说阿弥陀佛的法圣 跟释迦牟尼佛的法圣 有没有差别 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看这个回答 妄益别达 依子依乐也无别故 当年无益 无量依生现等结故 当年有益 有所相同 有所差别 我们先看三世诸佛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有三个 第一个 依子 那么三世诸佛的功德 都是共同依子 恶空 平等法圣 这个是没有差别的 义乐 诸佛的大悲心也没有差别 三世诸佛想要度化众生的心情 你不能说阿弥陀佛的大悲心 比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心大 不能这样讲 义乐是没有差别 义 它那种造义的功能 那种潜在的功能 这个能力 三世诸佛的人力 也是没有差别 这叫佛佛道同 依子义乐也没有差别 那么你这样讲的话 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完全一样呢 也不能这样讲 因缘有差别 我们看 无量医生献等劫 那么三世诸佛在因地行菩萨道 他所依止的色身 他所花的愿 在整个成佛之道乃至于成就等劫菩萨的过程 是有差别 成佛的过程会影响到我们成佛以后的 度化众生的一个差别 我们讲说方便有多门 归言无二路 方便是不同 你比如说我施工探工处 探工处他度化众生 他就喜欢度大专生 那么我师父造工少人 他就喜欢办儿童读经班 还度小学生 你说他们两个成佛以后 有没有一样呢 他们两个的名号会不同 国土也不同 所设受的建属也会不同 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说 你成就一个佛的时候 你是有过程 你很多过程的 那你这个过程以后你成佛以后 哪些人会做你的弟子 这个地方会不同 会不同的 所以我们讲说是有所不同 我们这样子讲 就是说你自己这一部分 内心的功德是相同 但是你跟众生之间的互动 那是不同的 那就有所不同 那就有所不同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法生 这一下列于二生 前面本来是问法生 那回答的时候三生都回答 我们看受用生 如果 如说佛法生 受用生一额 一乐及业 无差别故 当年无异 不由一子无差别故 无量一子差别专故 那么这个就像佛的法生一样 那么这个就像佛的法生一样啊 受用生的功德的道理也是这样 你看他的一子一乐跟业 也是无差别的 那么 虽然所一子的真如是没有差别 但是无量一子差别专故 那个人一子的整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啊 是有很多差别的 过程是有差别的 结果是没有差别的 变化生 因此变化生 已如所用生所说 这个佛的法生啊 在《任零经》他讲出一个P 他说这个月量啊 是没有差别的 体是没有差别 但是月量印在不同的千江油水千江叶啊 那这个硬化生啊 各身体作用的时候啊 那就不同了 一谈到度化众生 你说你们两个是同学 你们两个都同时在 易德式出家 同时发菩提心 同时立定追求无上佛道 你们两个每天都拜一千拜 也都是念一千生佛号 也同时求生净土 但是成佛以后度化众生的见属 也不一样的 没有两株佛成佛以后所度化众生是完全一样 没有不可能的 因为过程不同 所以你的过程会影响到你整个成佛以后的 那个你的身相的 国报敌的庄严 国土的庄严 还有你的名号 还有你的建树 那么这样子是有差异的 我们看第七个的功德 因此法圣几得相应 那么亲近的法圣有几种功德跟他相应呢? 我们前面讲到的功德是一个局部性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功德是一个全面性的 来探导什么叫大功德法之所庄严 这个大功德法到底是有哪些? 这个地方是一个全盘性的说明 我们看解释的地方 为罪清净是无量 卸托胜处 片处无真厌制 事无外劫 六神通三十二大事相 八十随毫 是一切相亲近 实力是无所谓 三不负三念柱 八十乎习气 无妄施法 大悲十八不共乏 一切相妙制等功德相应 那么这以下列出的十六种功德 这十六种功德呢 那么这个地方最亲近 为最亲近 这个最亲近是通于以下的十六种功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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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